今天開三尺一尺元天大帝請上座 弟子關聖帝君元代天巡守 早前 Big Boss 陷阱技嘉賓 法科師傅龍哥 憑著乾坤一開念符咒 超渡網民而爆孔 引起網民熱烈討論和我搞 之後無線突然剪了 龍哥 Big Boss 陷阱技的片段 將龍哥條片放上 Big Big Channel 網民期待龍哥和妖魔鬼怪對打的片段 重見天日 話說今次龍哥帶著一班演員 謝東敏、張惠亞、朱自然 去荒廢的學校探領 當張惠亞一班人準備去第三間房間時 龍哥突然叫停 因為為保護大家的人身安全來計算 我們差一個多一條街 所以我就立刻叫停班 所以要做多一點事 然後再上 年年一輪乾坤一開符咒之後 龍哥說 他們是不妥協的 如果說不定數 可能俗稱叫打 因為他們本身修行了有一段日子 已經去到妖魔那一個階級 而且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如果不是破他們 他們將會聯絡群出動 再走會害人 龍哥和妖魔鬼怪大戰前 先落個天羅地網罩著工作人員 之後再請出二郎神 敲天犬 托托天王李靖出來幫拖 二郎神 楊展前分一開 敲天犬 到 托托天王李靖 開 剛才叫你走你不走 打算才來投降 你豈不是好著數 龍哥趕走妖魔鬼怪之後 一大班演員才敢進入學校探領 估問論龍哥大戰妖魔鬼怪的情節是不是真的 但這麼有娛樂性 已經夠吸精了 edit 迫 瓊 鼻子 鼻子 性 鼻子 鼻子 此 鼻子 鼻子 感谢观看